为了加快全国大选的脚步 政坛最近就不断有消息传出 武统正在落力的说服政府 将2023年的财政预算案提前到下个月提成 只要财案中的好消息一公布 营造出了一种利好因素 feel good factor之后 武统就会立刻启动他们的备战大选机制 并且要求首相沙比里 责定一个最佳日期解散国会 不过针对这项传闻 财政部长扎夫鲁今早出席活动时 他就向媒体澄清说 哎呀那只是谣言 明年的财政预算案 还是会依据原定的国会议程表 也就是在来临的10月份 财政是提成没有提早 早前有消息指出 政府准备将财案提成国会的日期 提前到9月 以便让全国大选可以在今年内举行 针对这件事 财政部长扎夫鲁 今天正正否认 并强调这是毫无根据的说法 另一边乡有消息传出 国盟正在积极争取副首相职位 否则就要撤回对首相沙比里的支持 但土团党副主席兼农业部长罗纳建迪今天表示 为了维持国内政局稳定 国盟已经拍板定案 在政府宣布解散国会前 不会贸贸贸然扯后退退出内阁 针对国盟将会撤销对首相沙比里的支持 以抗议他不履行有关任命土团党副首相职位的协议的传言 昨天首相沙比里的回应是干净利落 他说如果国盟撤回支持 现有政府就无法继续维持 那就举行大选吧 沙比里此番霸气回应似乎取得了效果 国盟的领袖这两天是接二连三的出面辟谣 强调他们为了政治稳定 以及人民的福祉 才不会轻易撤回对首相沙比里的支持 导致政府倒台 国盟领袖正怕政府倒台的举动 是已经引来巫统领袖的冷嘲热讽了 巫统最高领事补爱他就严余说 土团党之所以不敢按下解散国会的案件 根本不是为了人民 而是他们没有能力 一心想着能够得到米桶旁的碎米就满足了 言下之意就是国盟的人 他们怕失去官位 就算争取不到副首相 只要有个一官半职 也愿意忍气吞声 继续留在政府里 那至于为什么沙比里坚持不让 土团党拿下副首相的职位 根据当今大马掌握到的消息 那是因为巫统无法接受 土团党推荐的唯一人选 也就是冒功部长阿兹敏 所以最后谈判才会告吹 根据报道 沙比里知道 巫统的党员和领袖 都非常讨厌和排斥阿兹敏 如果他违反党义 接受阿兹敏成为他的副首 那么后果会相当严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